第八百五十一张因果循环,不求了,他也不想再求了,出生于这样的人家,他太清楚了,话说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就算给这个侄子跪下也没用,一堆礼物算是白送了。 一旁低头而站的大总管田宇,静悄悄的,就像什么都没听到。 商剑雄盯着商又兰离去的背影,徐徐道,姑姑,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谁掌握住了兵权,谁就掌握住了话语权。 您也许可以去找商朝宗试试,他当然不想商朝宗做大,可是目前的局势下他也没办法,说出这话,倒是希望商又兰能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服商朝宗,尽管他知道结果不太可能改变。 因为有些事情商朝宗也做不了主,这天下说到底还是控制在修士的手中。 商又兰略止步,显然是听到了这话,之后流着泪走了。 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皇宫,离开了这个生他养他,既熟悉又陌生,有过他太多喜怒哀悦的地方,他再也不想回来了,因为他现在清清楚楚明白了,从他嫁出去的那天开始,这里就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燕赵交战前线,一男三女姗姗来迟,被拦在了燕方军营外。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登玄和董金桓,安妙儿,林飞燕,及人本是直奔茅庐山庄的,途中封闻两国开战的消息后,又直接改到来了这边。 此地有逍遥公弟子,认识赵登玄,但军营有军营的规矩,还是经过了严苛何时后才放入。 闻听那三个逆途回来了,正碰头一起的费长流,下花和正九霄火帽三丈,令人带过来。 三人本准备让这三个逆途好看,谁知跑出个赵登玄出头。 三派不是牛有道,雷那个胆子对逍遥公的人不敬,反倒忍着火气听了赵登玄一番屁话,毕竟赵登玄不是一般的逍遥公弟子,其实是逍遥公的长老。 三个女人畏缩着低头拙,不敢吭声,费长流扫了眼懂金环,审声道,赵先生,不是费某不给你面子,而是此事你我怕是做不了主,还得请牛有道定夺。 赵登玄汉手,费长门的意思我懂,我也不会让你们难做,这样,牛有道那边交给我来劝说。 在此之前,还望三派不要为难他们三个,我自会给三派一个交代,怎样,怎样,还能怎样,答应归答应,等赵登玄一走,三家立马去找了公孙步,向牛有道上报情况。 回到自己帐内后,灵秀山掌门下花钉着战战兢兢在内等候的林飞燕,咬牙切齿道,丢人现眼。 林飞燕脸上有一只巴掌印,是他师父刚才打的,此时扑通跪下了,哭了,掌门,当时弟子也是被逼无奈,实在是没有活路了,他哭着把秘境内的情况详细到来。 他师父站在一旁,一脸不堪,丢人啊,这种失闹的人尽皆知,而且是他的徒弟,实在是丢人。 甲花听后呵呵摇头,唯有活路了,万动天府那么多人,牛有道都把他们保出来了,难道还在呼多你们几个。 林飞燕泪流满面,是弟子愚昧无知,可万动天府的人当时也背叛了道爷,是他们先背叛了,才逼得弟子没了办法。 他也后悔啊,可当时的情况,他哪知道最后会是这种结果。 甲花,与你苟且的那个男人呢,怎么不见他出面保你,你以为那个赵登玄能保住你,他以为他逍遥宫的身份能下注道爷,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只怕还不知道,逍遥宫长老郭清空都被道爷给宰了,这次道爷强行挑起战士一点都没给三大派面子,三大派又能拿到也怎样。 赵登玄又有什么资格保你们,林飞燕略显惊恐地哽咽着,甲花,你是不是以为师门让你去秘境侍奉牛友道本就存了卧挫心思? 好,这点我承认,可若是不去秘境,而是让你去茅庐山庄,你愿不愿意? 别以为我不知道,门中女弟子哪个不想嫁给牛友道,人家年轻单身,又有权有势,一群丫头见了都两眼冒光,只是都没机会攀那高枝而已。 一说去秘境,就都不愿意去了,又想攀高枝,又不想担风险,姑娘们,哪有那么好的好事? 牛友道缺女人吗?她若是想要,只要她开口,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能看上你这种姿色? 她不缺女人,只缺自己人,去秘境是危险,可机会与危险是并存的,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你这次若是陪着牛友道共惊风险,有了和她同生共死的经历,哪怕不现身于她,只要出来了,你就是她的人,你再也不是那个她连正眼都不瞧上一眼的灵秀山小弟子了。 在她眼里在她身边从此以后就有你这好人了,以后辣茅庐山庄你随时都可以进去,以后有什么好处都有你一份。 个人和集体是不一样的,集体要为了大家的利益,个人是要有立场的。 集体另做选择不为个人私利怎么都说得过去,个人另做选择就是叛徒。 你去之前是不是还觉得师门这样做是委屈了你?丫头啊,没挑别人而是挑了你,是委屈了你,但也是把大好的机会给了你,可你却错过了,你错过了成为了牛友道心腹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了,糊涂啊。 林飞燕叩头在地,哭得一塌糊涂,懂了,明白了,后悔了,真后悔了。 天高地阔,山山水水,随四季而变,枯荣顺其自然,从不强求改变什么,于是依旧在,喜欢强求改变的师徜徉在山水间的人。 胡盼,牛友道和玉仓并行漫步,看四周山山水水,相谈甚欢。 尽管小悦阁诸是繁忙,可玉仓还是非要与牛友道见面,实在是不见面不放心,事情到了这个关口,怕牛友道有变。 一旦出现了变故,让赵国腾出了手来,这个时候刚起事的小悦阁那边根本挡不住赵国的反扑。 谈得差不多了,也为久留,就此告辞。 离去前,玉仓回头照顾远处的管方仪和乌罩行点头致意,目光在乌罩行脸上波停顿了一下,心里有点纳闷, 有些事情多少有些想不通。 赖在其金服方圆多年的红娘死心塌地的跟了牛友道也就罢了,这个污罩行又是怎么回事,堂堂单榜排名第六的高手,怎么也变成了牛友道的手下似的。 勿送玉仓腾空而去后,管方已走了过来,问道,好好的,干嘛吓唬他。 他所言的吓唬是指牛友道最近与玉仓保持住书信往来时,突然在给玉仓的书信中来了一句压力颇大, 金的玉仓死活要跑来跟牛友道见面。 牛友道双手都搭在了楚地的剑柄上,但然道,该下虎的时候还是要下虎, 他得明白,一切都不是白来的,我不能让燕国三大派掌控和小月格之间的谈判权。 管方已若有所思,明白了,要让小月格坚定站在这边,免得小月格觉得燕国三大派师大可以撇开这边直接谈合作, 得敲打敲打小月格,让小月格时刻警醒记着南州势力是操控在谁的手上, 这边随时能坏小月格的事,譬如燕军出现了内乱让赵国得以抽出力量来。 哎,管方已忍不住叹了声,感觉这边现在是越玩越大了, 大到了步步惊心的地步,一船人好像一直在惊涛骇浪中, 随时会翻船覆面似的,幸好这位一直能稳稳掌舵住。 回想起以前在其今的那些烦恼,发现那些烦恼跟现在比起来都不是事, 这里一个不测就能要命。 二生叹气什么,牛友道朝他手上的纸张抬了抬下巴,又是前线发来的。 管方已,是,还是找你的人。 联系不上你,都找到王燕那边去了。 牛友道,没什么特别的就先不管了。 管方已翻出一张纸来,有两个特别点的消息。 刘先宗三派转来了消息,说是那三个被判你的弟子回来了, 把纸上内容大概说了下后,问,问你怎么处置。 不说这事的话,牛友道还真没惦记这事,说起来了, 他沉默思索了一阵,道,回复,给那个赵灯玄的面子, 不要为难他们。 管方已瞪眼道,这三个叛徒你就这样放过。 牛友道淡然道,成人之美是好事,告诉费长留他们, 善待那三个女弟子,带眼前失了后, 我亲自为他们向三大派提亲,成全他们。 哦,管方已哭笑不得道,三大派好歹自诩名门正派, 这种叛徒,怕是不会让曲进门。 牛友道哼哼一声,那可由不得他们,睡都睡了,不屈怎么行, 我茅如山庄的人岂能认人随意玩弄,必须得负责任。 管方已感觉有蹊跷,哭一道,你又想干什么? 牛友道没有多话,让费长留他们照办就是。 还有什么事,管方已瞄了他两眼,总感觉牛友道帮忙提亲没安什么好心, 他不说,他也就没再多问,翻出另一张指道, 这是其今那边传来的消息,严宝如投奔了诡异弟子无心。 哦,牛友道伸手要了指张到手亲眼过目, 把详细情况看过后,还真有点意外, 发现这人被逼入绝境后,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 情报上说得清楚明白,那个无心已经厌明了严宝如并未中毒。 这时超出了他的预料,他还真没想到严宝如能找到诡异弟子投上去, 更没想到的是诡异弟子居然轻易就收下了严宝如, 而严宝如也颇有点卖身为奴的味道, 算是跟在了那诡异弟子的身边,寻求了一方庇护。 不牵涉道我,这个无心怕也不会收容, 还真是因果循环,牛友道自言自语敌咕了一声。 管方已,齐国刚好要找你,要不要向齐国那边递个话, 逼他们把严宝如处理掉。 牛友道,你呀,不要总想着打打杀杀,得学会为人着想。 无心行为孤僻,身边缺人手,有人才好办事, 好不容易有他看上眼的,就给他留着吧。 为人着想,管方已翻了个白眼,能信你这鬼话才怪。 第852章心如铁,说到这个严宝如, 就不得不提那个同没了。 牛友道突兀冒出一句,琢磨了一阵后, 徐徐道,准备一下吧,去趟燕京。 去燕京,管方已神色疑速, 我们的人手怕是不足以保障你在燕京的安全。 牛友道似笑非笑的哼了声,不用兴师动众, 这么多年,还从未在燕京公开露面过, 这次是事。 公开露面,管方已震惊, 旋即劝他三思。 南州府城,来了贵客, 赵国太后商又兰, 是来找自己女儿海如月的。 这个时候找海如月自然也是为了燕照停战和谈之事。 张建雄虽然说得清楚明白, 可他也知道, 这时商朝宗其怕也难以做主, 各方势力背后的修士力量已经都红了眼, 那些修士才是决定是战事和的幕后关键。 就算商朝宗能帮到忙, 贸然去找商朝宗肯定也没用, 连找关系更亲近一层的侄子都没用, 还能跟指望亲戚关系更远一层的商朝宗。 因此来找自己女儿, 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自己求上一求兴许有用。 自己女儿毕竟掌握着荆州人马, 正在与商朝宗联合作战, 手上握有一定的兵权对商朝宗肯定有一些影响力, 只要能说服女儿陪自己去找商朝宗, 事情也就多了些把握。 而海如月之所以在南州, 是因为战事还未结束。 海如月暂居南州遥控处理荆州那边的事务, 至于前线战事, 他从未上过战场, 也不懂打仗, 也是迫于形势, 已经将荆州人马全权交由了商朝宗来指挥。 不管燕赵两国如何, 商又兰的辈分在那, 或惜商又兰来了, 不但是海如月出面迎接, 顶着大肚子的王妃凤若南和郡主商淑卿都一起出面亲吟, 还得喊上一声姑奶奶。 对于人高马大的凤若南, 尽管有些事情封闻过, 但亲眼见到凤若南的长相后, 还是令商又兰颇有些意外。 他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 什么样的王妃没见过, 长这样的王妃还是头回见。 也暗暗唏嘘, 果然是成大使者不拘小杰, 这商朝宗为了尚未居然连这种姿色的女人也娶, 估计就算是商家的一个闲散皇族娶的也比这个好看吧。 至于商淑卿, 同样令他唏嘘, 谁不知道商家血统高贵, 商家女儿中常这么丑的, 而且还是丑得可怕, 这也算是独一份的奇葩了。 他都不知道该说商朝宗是走了什么运, 身边的至亲就没一个好看的, 老婆仍高马大像男人, 妹妹丑得吓人, 这个是什么样的运气? 经理琢磨时又瞥了眼自己的女儿, 若不是造化弄人, 差点就成了亲上家亲, 这个商淑卿搞不好还得是自己的外孙女, 若是自己女儿所生, 这商淑卿应该不会这么难看。 当年海如月送到燕京做人之时, 表兄妹之间的那段情她是知道的, 商剑博应该是海如月第一个男人, 也不知自己这个女儿是不是注定和那位表兄商剑博有缘, 当年在燕京得了商剑博的庇护, 如今又得到了商剑博儿子的庇护。 前尘往事又到今朝, 期间多少烟雨和风云变换, 又有多少欢笑和血泪, 令人不胜感慨。 不过她还是抓了商淑卿的手拍在手中, 笑盈盈道, 亲儿, 上次见你, 应该是二十年前我回家省亲的时候吧, 你父王带了你和你弟哥哥来见我, 那时候你还小, 现在怕是不记得我了吧。 张淑卿客气了一句, 顾奶奶英容笑貌印象深刻, 不曾忘记, 至今还有印象。 城外不是说话的地方, 随后请商又兰进城。 本安排了客馆给商又兰歇脚, 然而商又兰表示不用, 要助自己女儿那边去。 凤若男也只是禁地主之意, 并未勉强, 兰若婷这个充当谋事角色的人在旁提醒得好好的, 不会有误。 张淑卿虽然是商朝宗的妹妹, 可某种程度上来说, 身份地位还是差了凤若男一节, 凤若男是王妃, 是此地的女主人, 商朝宗不在, 禁地主之意的当属凤若男。 没办法, 若是父母尚在, 若是在娘家, 在当年的宁王府的话, 凤若男在宁王府的地位肯定不如他这个郡主。 商朝宗若未娶的话, 与之相应为命的妹妹也算是这边的女主人。 可如今商朝宗已经成家, 已经自立门户, 娶进来的凤若男自然就成了王府的女主人。 这一点连蒙山明和兰若婷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支持的, 商书卿这个郡主也只能是不知不觉靠边站了, 女主人的位置也只能是拱手让与凤若男。 我那小外孙呢? 一到海如月的宅院, 商又兰便嚷嚷着要见外孙。 海如月笑得有些牵强, 其实是不愿让对方见自己儿子的, 奈何对方是自己的母亲, 提出这种要求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好违逆, 只好吩咐人抱来了。 见到已经能蹒跚走路的白胖娃娃, 商又兰笑得开心, 不顾太后之孙, 蹲在了地上逗弄小外孙, 抱了亲了又亲, 很是喜欢的样子。 老人大多都喜欢小孩, 年纪大了, 见识多了, 知道人心复杂, 而小孩单纯简单, 可以让老人真正放下心理防御。 之后回头招手, 让太监捧来了一只狭子打开, 亲手取出了狭子里的一只 巧夺天宫的精美的长命金锁, 就要往小外孙的脖子上挂。 海如月两眼一睁, 犹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尖叫一声, 不要! 尖叫声下了众人一跳, 也经得周围的修饰护卫纷闪身而出, 商又兰身边的法师随护蚁警惕四周。 海如月已失意把拨开母亲的手, 直接抱了儿子回避开, 让人赶紧把儿子带走了。 慢慢站起的商又兰愣正着, 手里还拿着那条金锁, 为娘给外孙的一点心意, 为何拒绝? 海如月略带痛苦神色, 摇头道, 母后, 女儿怕了, 上次你们送来的那些礼物, 差点要了女儿和您外孙的性命, 女儿是真的怕了, 你们给的礼物, 防不胜防, 我是真的不敢再轻易, 话没说完, 又摇了摇头。 意思大家都懂得,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商又兰脸色略寒, 你连你母亲也不相信吗? 海如月一脸无奈道, 正因为相信您, 我才忍不住去触碰了 你们送来的东西, 那都是您收集存放的 女儿小时候的记忆啊, 您怎么就能忍心 在女儿小时候的记忆物上下毒? 此话令商又蓝一脸的不堪, 眼中浮现痛苦神色, 月儿, 你误会了, 那不是娘做的, 是你。 是皇帝, 娘当时并不知晓, 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事后娘把皇帝狠狠骂了一顿。 本想说是你兄长, 话到嘴边改成了皇帝二字。 海如月摇头, 谁做的已经不重要了, 您送来的女儿小时候的记忆, 已经成了女儿的噩梦, 已经被女儿一把火给烧掉了, 真的不敢再留了, 都过去了。 这话说得商又蓝内有追心之疼, 金锁收回了, 慢慢放回了瑕死里, 挥手左右退下。 海如月也挥手虎视眈眈的护卫退下了, 巫女两个闹到如此小心防范的地步, 旁观者皆唏嘘不已。 没了太多人, 商又蓝上前抓了海如月的手, 月儿, 娘知道你不容易, 这些年委屈你了。 刹那, 各种往事浮上心头, 不知多少次在生死边缘徘徊, 不知道多少次面对各种男人脱下自己的衣服苟且求存, 换来数不尽的戳起两骨, 连自己的大儿子都顾不上了, 不知多少心酸, 终于在今朝令他眼眶浮泪, 海如月哽咽摇头道, 没事, 都习惯了。 这么多年, 你没有回京看娘, 娘不怨你, 娘是过来人, 娘懂, 娘知道你的难处, 娘都懂, 可是没办法呀。 张又蓝拍着女儿的手背, 也是泪盈眶。 哇, 海如月终于捧不住了, 一把搂住了母亲, 在母亲怀里嚎啕大哭。 张又蓝拍着女儿的后背, 泪洒, 仰天泪流。 带到母女两个情绪都稳定了下来, 都抹干了泪后, 海如月终究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海如月, 再也不是当年母亲膝下的那个憧憬未来的年轻少女, 有些事情只能让她感动一时, 却不会令她感情用事。 历经风雨心如铁, 张又蓝提及艳照之事, 海如月故左右而言她, 就是不往这世上揭话。 最后把张又蓝给逼急了, 冒出一句, 月儿, 你是不是想把娘给逼死才甘心? 海如月, 娘, 这是我真做不了主, 没用的。 张又蓝, 你不尽力一事, 怎么就知道没用? 娘在这里向你保证, 只要事成, 不但是荆州, 娘一定让皇帝答应, 从赵国划分两州的领地给你, 行不行? 海如月, 娘, 现在说这个, 您不觉得晚了吗? 张又蓝痛心疾首道, 那是你哥哥呀, 你们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们兄妹为何非要走到手足相残这一步? 海如月频频静静道, 娘, 哥要杀我的时候, 您蓝过或蓝得住他吗? 不说我能不能做到, 其实您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今天放过了他, 改天他还是要杀我的, 只要有机会, 他就不会给我活路, 牛有道在哪, 你帮娘引荐一下行不行, 就算是娘求你了, 娘, 没那个没药, 荆州, 女儿若有机会回去, 娘就来荆州住吧, 女儿一定好好孝顺您, 当年的少女, 历经风雨后, 心如铁, 第853章一日看尽长安花, 燕照之战的战场烈度下降了, 几先挺猛烈的, 因商朝宗和蒙山明不知牛有道的意图, 执行其死拼到底的意图, 战场排兵部阵厮杀的事情, 不是纸上看点就能懂的, 必须得有实战经验的累积, 牛有道对这方面可谓一窍不通, 也没那经历尽因此道, 因此全权交由了商朝宗等人去做, 随着明白了牛有道的意图, 商朝宗和蒙山明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 没必要付出太大代价和赵军死磕, 只需将其东部人马钳制住便可, 时机一到, 赵军东部战线的人马将不战自败, 燕军攻势松懈了, 现在却是轮到赵军急着交战了, 与燕军挑起战事时的情形翻转了过来, 大兜都旁腾急了, 急得火烧眉毛, 朝廷一个劲地催他, 他也想速战速决好腾出手来解决西部田马叛军, 他也知道, 局势突然变成这样, 已经关系到了赵国的生死存亡, 不但是朝廷, 赵国三大派也要命事地催, 赵国内部不少人都慌了神, 当初那么多人反对, 说什么兵者凶险, 不可轻起战端, 说什么宋国的下场就是前车之箭, 可是皇帝不听, 大兜都旁腾也在那煽风点火, 现在弄成了这样, 昏军和奸臣的说法都出来了, 这君臣二人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 庞腾使劲浑身解数解决东部战事, 赖何蒙山明不是吃素的, 岂能由他得逞, 亲自主持调兵遣将事宜, 在赵国大地上你来我往地陪庞腾玩, 压根部与庞腾硬碰硬, 一旦遇上庞腾被逼及了冒进的时候, 立刻挥兵而上横咬几口, 大事上, 蒙山明占据了战略优势, 而庞腾则处于烈势, 又急于求成, 冲动之下的赵军被燕军给狠咬了几口, 准是惨重之下, 庞腾不得不老实了, 也不敢再妄动了, 知道再冲动的话, 只怕不等田, 马二人正式发动进攻这边就要先被燕军给打垮了, 时间在蒙山明这边, 经过了一年的充分准备, 燕军粮草也不紧缺了, 燕军有的是耐心慢慢玩, 你赵军有本事抽调出大批人马奔赴西线事事, 庞腾可谓度日如年, 整个人处在极度的焦虑中, 东部战线僵持着, 对付西部叛军又没有足够的力量, 不时派去的小部袭击人马还不够西部人马塞牙缝的, 根本难以撼动, 无谓的牺牲没必要, 最后也放弃了对叛军的袭绕, 可谓眼睁睁看着叛军慢慢整顿妥当, 赵国朝堂上天天在吵架, 吵来吵去也没个解决办法, 赵国三大派跑去了飘渺阁球协调, 飘渺阁在那摆规矩, 不轻易介入诸国之争。 今晨,大早, 燕京城门刚开不久, 城门内外进出人员刚多起来, 城外关道上三骑踏踏而来, 拥有道策马在前, 管方与和污罩行策马左右相随。 当然,此来并不止他们三人, 另有人员在城内城外做了一定的部署。 三人不疾不徐地来到城门口, 被守卫拦下了。 现在是战时, 一切让人觉得可疑的携带武器的陌生人进城案规矩都要下马接受盘查。 牛友道却没有下马的意思, 淡淡一句, 让开。 你不下马也行, 你得亮出你可以不接受盘查的身份吧。 周卫问道, 来者何人, 可有通关文书? 牛友道公然突出了自己的名字, 牛友道。 说话实略施加了法力发声, 声音不大, 穿透力却很强, 足以让城门内外上下的人都听到。 管方一合污造型面面相去, 不知道牛友道究竟在搞什么鬼, 公然露面也就罢了, 还敢公然自爆名号, 生怕别人不知道是的, 各国城门可都有修饰坐镇把守的。 不过两人在秘境内外都对牛友道有所了解, 知道这司机然敢这样大咧咧跑来, 自然是有放纵的把握。 果然,城楼上正在喝早茶的修饰一听牛友道三字, 迅速放下茶盏, 闪到了墙舵前探手下看。 驾好牛友道漫不经心地抬头上看了一眼, 与城上下看的修饰四目相对上了。 城上修饰不认识牛友道, 也不认识污造型, 却认识其今红娘, 早年文齐明在其今忍不住观望过。 认出了红娘, 也就没了过多的怀疑。 一行没有下马接受检查, 城门手将打了声招呼, 直接给放行了。 城头有金翅飞去了皇宫方向紧急报信。 牛友道, 燕国三大派正到处找这丝呢? 这丝竟公然在燕京露面了, 真的假的。 驻守在皇宫内的三大派修士立刻动作了起来, 派了见过牛友道的人去验证真伪。 早上万物苏醒忙碌的时候, 生气醉足, 街头范夫走足, 来网车马落意不绝, 牛友道不及不徐策马其间, 如众生中的过客, 察觉到菲略尔来落在屋檐上观望的修士也只是淡淡看了眼。 随着巍峨皇宫的出现, 道路上的行人也少了, 牛友道领旗直奔皇宫宫门而去。 巫罩行和管方一步使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宫内朝堂大殿内, 百官汇聚, 正在早朝。 殿后一名太监捏手捏脚出现, 走到了大总管田宇身边而语了几句。 田宇目光极闪, 脸色略变, 上了几级台阶, 在皇帝宝座旁俯身, 对商剑雄而语, 陛下, 牛友道进京了。 商剑雄一惊, 正早朝, 也没太大动作, 高坐在上, 脑袋不歪注视着朝臣, 实则低声与田宇交谈, 他来京城干什么。 田宇, 不知道, 刚刚得到消息, 刚刚从城门而入, 三大派已经派人去盯了。 商剑雄, 三大派不可靠, 派自己人去盯一盯, 弄清他来干什么再做决定。 是, 田宇退下, 朝堂上鬼惊的人不少, 注意到了帝王宝座上的异常反应, 都知道没什么特殊事情时, 田宇不会有这样急于一时上报的动作。 童末自然也发现了, 明显注意到商剑雄朝他多看了两眼。 他熟悉商剑雄的神色反应, 一看这眼神就知道商剑雄似乎有什么事情想和他做商量。 微等多久, 离开了一会儿的田宇又出现了, 脚步似乎有些急促, 在此登上台阶, 俯身对商剑雄而语道, 牛友道直接冲皇宫来了。 商剑雄有点端不住了, 直接回头了, 有点神经紧崩道, 来了多少人。 就三个人, 别抱四个人抱, 牛友道, 其今红娘, 还有一个是单榜排名第六的高手污造型。 通知宫中人手防范, 军臣渐渐意识到了, 皇帝早朝明显有些心不在焉了。 皇宫正门外, 守卫刚拦了一下牛友道等人, 便被宫内的传话给约束住了, 直接放醒了。 初起的朝阳下, 踏踏的马蹄生在石板上清脆悦耳。 牛友道人不下马, 手持缰绳, 摇晃在马背, 不急不徐地骑马过了宫门外的拱桥, 领着管部二人直接骑马进宫。 两边守卫关注三人的目光即警惕, 又好奇, 好奇来的人是谁。 按照规矩, 皇宫种地, 除了宫内的车马, 还有一些特许的大臣外, 与者临近宫门时, 闻关下车, 五关下马。 这规矩连一般的修饰也是要遵守的, 而眼前三人, 就这样嚣张地骑马进宫了。 尤其是为首那个面无表情的人, 完全是目中无人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把这皇宫给放在眼里。 乌罩行和管方一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地跟入, 两人这辈子还是投赐直接骑马闯入皇宫, 跟着嚣张了一回, 只是这感觉怪怪的。 工程楼上有将领问旁人, 来的什么人? 旁人回, 不知道啊, 三大派的守护人员让放行的, 他们开口了, 我们不敢不从啊。 宫门涌道略显阴暗, 硬石板地面上有马车长期滚过闸出的车折印。 马提升穿过长长的宫门涌道, 一见光明,便见到了一群修士在内等着他们。 三大派的修士, 为首三人正是三大派的长老, 逍遥恭喜遥, 紫禁洞申报春, 临见山落明见。 朋友弟子在几位长老耳边对着牛友道指指点点, 在指认为首者就是牛友道。 一路进宫的马提升到此不得不停下了, 被拦住了。 坐在马背的牛友道居高林下慢慢端详了众人一阵, 轰露出灿烂笑意, 翻身跳下了马, 污罩行和管方一照办。 敢问可是习遥, 申报春, 洛明见三位长老。 牛友道抱拳有礼, 没见过三人, 但他的消息渠道不至于连三大派目前坐镇皇宫的人士谁都不知道。 紫禁洞长老申报春汉手, 算是给了他答复。 交遥公长老习遥审声道, 牛友道,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规矩, 此地乃燕国中书, 你直接骑马闯进来, 未免太过分了些吧。 牛友道故意一脸不屑地四处看了看, 道,这里算是什么燕国中书, 在我看来, 紫禁洞, 逍遥公和林剑山的宗门之地才算是燕国中书。 这话倒是让习遥有些无言以对, 夸他逍遥公比这皇宫更高高在上自然是没错的。 林剑山长老洛明见出言对他, 你还是头回进京吧。 听说之前一直躲着不敢来, 这次倒是胆子不小。 话里明显有嘲讽他以前是缩头乌龟的意思, 如今有所以仗了就这样, 有骂他小人得志的味道。 牛友道道是不以为意, 慢腾腾双手楚剑在地, 笑了, 刻刻气气地汗手致意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丝无涯。 春风得意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居然还引起诗来了, 众人一愣, 管乌二人面面相去, 众人稍加品味, 长安二字令大家都琢磨了一下, 估摸着是夸着燕京市长居久安之地。 大家渐渐都琢磨出了他话中一丝, 是在说以前的窘境不足一提, 如今不是春风得意的来了吗? 过往的遗憾皆在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弥补中烟消云散, 不计一时之得失, 思量之下倒是好胸怀。 还春风得意马提及, 洛铭剑吃生鸡笑了一下, 第八百五十四张青门踏户, 牛友道也没指望林剑山那边能对自己客气, 人家没直接对自己动手都是好的, 全当没听见就好, 笑问其他人, 不知皇帝陛下人在何处? 子金洞长老申报春回了句, 在早朝, 怎么, 你是来找皇帝的? 牛友道, 身在燕国, 一直无缘得见, 今朝来今, 颇想见上一见。 申报春警告道, 你不要乱来, 这里不是你乱来的地方。 牛友道, 身长老多虑了, 只是想见见, 有猪未在, 牛某也不敢乱来。 他目光看向了一旁, 只见嘎苗水带了几名太监过来, 停步在不远处盯着这边。 见到了熟人, 我去打个招呼, 牛友道指了一下嘎苗水, 走了过去, 管乌二人相随。 三大派的人也没多说什么, 欧阔洛明剑也没过分讥讽, 因为都知道, 现在宗门正在四处找这位, 为何而找也是心知肚明, 时光三大派的巨大利益, 这边也是接到了消息的, 一旦发现立刻上报。 如今已确认的确是牛友道本人, 三大派迅速吩咐弟子传消息回各自宗门, 在没有得到宗门确切回复前, 这里怕是不会让牛友道跑掉。 与嘎苗水见面客气了几句后, 牛友道与之边走边聊, 说着鲜眉营养的话, 两人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正宫大殿外, 牛友道倒是不客气, 抬脚就要往玉街上去, 看他那样子, 似乎要直接闯入朝堂。 打苗水脸色微变, 迅速闪身上前, 身手一拦, 牛兄弟, 此地不得擅闯。 玉街两旁的守卫, 手中刀枪剑即已全部提起, 对准了这边, 高度戒备着。 见这边情况不对, 三大派的长老也闪身过来, 陆续拦在了台阶上, 他们是坐镇皇宫维护秩序的人, 岂能容人乱来。 交遥宫长老齐遥审声道, 你想干什么? 牛友道, 想进去看看, 不行吗? 他一副很奇怪的样子, 齐遥不知他有什么好奇怪的, 警告道, 百官正在朝义, 任何人不得擅自打扰。 牛友道, 朝义, 英国被他们给弄成这样, 一群混账东西有什么好意的? 子金洞长老申报春审声道, 混账也好, 好账也罢,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矩, 不能轻易扰乱, 否则就要出乱子, 你最好不要乱来。 真想进去看, 带伞朝后, 可以让你进去看看, 现在不行。 规矩, 牛友道懂, 这里是英国秩序的中书。 三大派维护这里的规矩, 就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在英国的稳定利益, 就如同飘渺阁一样, 维护天下的规矩, 也是为了稳定的利益输送。 一旦搞得乱七八糟了, 打破了利益规则, 九大至尊怕是都要亲自跳出来打打杀杀掌略个不停。 这里正说着, 当, 一声金玉敲击声从朝堂内转出, 维接下的人抬头看去, 知道的人晓得, 早朝结束了。 稍后, 朝堂内领先出来了几人后, 后面才陆续跟出一大群官员。 领先三人正是同末, 商永中和高建成。 维接下剑拔弩张的情形引起了散招招臣们的注意。 高建成是认识牛友道的, 一眼认出牛友道后, 问了一下, 有些意外, 这位怎么跑这里来了? 他现在大概有点明白了皇帝早朝时为何有点不正常, 原来是这位来了。 牛友道目光在他脸上略做停顿, 之后定格在了高建成和商永中左右陪同在中间的老头身上。 同莫不认识牛友道, 不下台阶之余, 左右低声问了问, 怎么回事? 张永中摇头, 高建成认识牛友道也不会说, 也跟着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带朝臣们从欲接左右数到下来了, 牛友道出声了, 冷冷问了句, 哪个是同莫? 没称呼什么大司空, 也没称呼什么湘爷, 而是直呼其名。 众臣亚裔, 这位什么人? 看着年纪不大, 口气到不小, 同莫, 高建成安安亚裔, 难道是冲同莫来的? 同莫正了一下, 目光先在三大派三位长老脸上扫了一下, 不下台阶的他, 最终不及不徐地走了过来, 气度和微一部书在场任何人, 盯着牛友道徐徐道, 正是老夫, 尊驾何人? 台阶上, 台阶下的朝臣皆忍不住止步, 都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牛友道平平静静突出名字, 牛友道, 此名爆出, 许多人悚然一惊, 这位就是雍亲王背后的那个牛友道, 久闻其名, 大家今天算是认识了, 认真打量着, 南州和朝廷的恩怨纠葛, 对这些朝臣来说不是什么秘密, 同莫心中一惊, 目光仅是略闪烁了一下, 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任何变化, 汉首道, 原来是法师, 老夫久仰大名, 不知找老夫合适, 神经虽以高度紧绷了起来, 但当着三大派的人的面, 他道也不会怕牛友道, 牛友道, 有点问题, 特意来问问同乡, 台阶上, 大殿外, 商界雄没有从后殿离开, 或吸了外面的情况后从正门出来了, 居高临下看着下面, 大总管田宇陪在一旁, 不知下面在说些什么, 不过商界雄的脸色不太好看, 以前到处找这丝找不到, 如今这丝竟然金门踏户找上了门, 想干什么, 作为对燕国形势了然于胸的人, 他大概猜到了牛友道这次赶来可能没什么好事, 现在的局势正是朝廷对三大派影响力最弱的时候, 同莫微笑, 不知何事要问老夫, 牛友道处见而立, 严宝如, 同乡可认得, 严宝如, 这个时候提严宝如作甚, 世俗的人不清楚, 一群修士多少却有些耳闻, 据传严宝如在秘境内好像和牛友道有点过不去, 跑来问同莫是几个意思, 一群修士疑惑着, 目光看向了同莫, 同莫略微思索了一下, 这个名字似乎耳熟, 他回头左右看了看, 立刻有一名官员凑上前来禀报, 香爷, 是单榜排名第二的高手, 哦, 同莫恍然大悟一般, 汉手道, 原来是那位女中豪杰, 久闻其名, 无缘得见, 不认得, 是吗, 牛友道淡淡一笑, 这个严宝如在秘境内找我麻烦, 被我给抓了, 言行审讯后, 他说自己和同乡的关系匪浅, 说这些年一直是同乡在供养他, 他说他跑到秘境内来杀我, 是受了同乡的指使, 不知同乡怎么看这事,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居然还有这等隐秘, 广方一和污罩形相似一眼, 真假不论, 众人却知道, 同莫派人对牛友道下杀手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凭同莫的势力, 有着驱使能力也并不让人意外, 这是找同莫算账来了, 三大派的人心头触动, 近前的三大派长老目光众人盯在了牛友道福建的手上, 只见其搭在剑柄上的食指有节奏的起落不停, 给人蠢蠢欲动的感觉, 三大派的人顿时高度警惕了起来, 不会让牛友道在这里对异国重臣乱来, 同莫却是波兰不惊地笑了, 法师说笑了, 老夫在燕国也许有些地位, 但还左右不了飘渺阁拟定的进入天都秘境的名单, 那个什么严宝如进不进天都秘境和老夫没有任何关系, 说什么让他进秘境杀法师, 是抬举老夫了, 法师说的, 老夫不清楚怎么回事, 若真有这事, 必然是那个严宝如在诬陷老夫, 老夫为陛下经营大宴总会让人有得失, 也许是老夫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他或什么人吧, 牛友道饿了声, 反问, 是吗, 同莫汉手, 句句属实, 牛友道, 同乡现在若承认, 罪在同乡一人, 若不承认却被我查实了, 同府满门上下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必斩草除根, 牛某说道做道, 从不实言, 朝中百官, 一个个听得心惊肉跳, 三大派的人却有不少人皱眉, 这司居然跑到皇宫内, 朝堂门口威胁上了朝中重臣, 未免有点太放肆了, 经者自清, 着者自着, 同莫不以为意的样子, 也反问了一句, 法师还有别的吩咐吗? 牛友道, 看来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来了, 这时就必须要有个了结, 不容萧小一直在牛某背后作乱, 此事是含糊不顾去的, 往往同乡三思而行, 请便, 抬手做了个伸手相请的手势, 同莫略点头, 气度威仪不改, 不急不徐地夺步而去, 众臣一逐渐散去, 表面看似没什么事, 实则牛友道抛下的话对众人来说已宛若一时激起千层浪, 不知这话中深浅几何, 牛友道亲自跑来了, 是不是真能如他自己所言做到? 若没把握, 焉敢前来, 那些从属于同末的官僚, 更是犹如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一般, 心中起了惶恐, 大早上的朝阳照身竟让人不寒而栗, 那位高高在上者是皇帝陛下, 牛友道目光看向了台阶之上的人, 说罢就要登上台阶, 却被三大派的人拦住了, 林剑山长老骆明剑审声道, 这里轮不到你放肆, 已经看他吓唬了一顿英国大司空, 岂能再让他跑去吓唬皇帝, 让他们这些镇守的修士连往哪放? 牛友道, 麻烦通禀一声, 我想和皇帝陛下聊聊, 话是对嘎苗水说的, 嘎苗水立刻闪身到了商剑熊身边禀报, 商剑熊一声冷哼, 抬秀指向了下方台阶, 立声道, 赶剑阅一步者, 杀无赦, 说罢甩袖而去, 压根不给牛友道一点面子, 随着他一声令下, 左右冲来一群身兼法力修为的台阶, 拦在了当场, 申长老, 你不是说散朝后我可以进朝堂里去看看吗? 牛友道问子金洞长老, 申报春摇头, 皇帝下令了, 你进不去了, 第855章危险, 危险, 危险, 他跟同墨说了什么, 张剑熊边走边问, 提及了单榜排名第二的高手严宝如, 说同乡之使严宝如在秘境刺杀他, 跟随离去的嘎苗水迅速将牛友道和同墨对话的情况讲了下, 杆子不小, 竟敢跑来京城, 还敢跑来这里威胁人, 张剑熊脸颊狠狠抽搐了一下, 一皱眉, 不知严宝如刺杀之事实真是假, 看来有些事情同墨也瞒了这边, 同墨心头思绪百转千回, 表面却不露任何端倪, 步履不乱, 孤身在前, 他很清楚牛友道当众那番要将他满门灭绝的话, 对他这边派系的人意味着什么, 人心惶惶, 高剑城和商永忠加快步伐追上了他, 观察着他脸色之余, 商永忠明不平道, 简直是胆大妄为, 竟敢跑到宫里威胁朝中重臣, 岂有此理, 同墨平静道, 这里还轮不到他撒野, 先由他蹦跋两下, 三大派迟早要收拾他, 正这时, 一名小太监跑来, 同乡, 陛下召见, 同墨去了, 商高二人目送一阵后绵绵向去, 商永忠低着嗓门问了声, 一大司徒之见, 同乡是不是真的指使了那个严宝如去刺杀牛友道, 高剑城, 牛友道的话岂能相信, 见他滴水不漏, 商永忠富匪, 又问, 也就是说, 牛友道这次是故意来找同乡麻烦的, 高剑城反拱手道, 愿闻刀剑, 商永忠翻了个白眼, 双手往袖子里一兜, 抱在父前夺步而去, 左孤右盼地嘀咕了一声, 今天天气不错, 午饭时间, 高府的管家饭专亲自送了歇家, 家里的饭菜来, 亲自送到了高剑城的公务房内, 其他官吏不便打扰大司徒用餐, 陆续退下, 没了外人, 管家饭专低声道, 听说牛友道来了宫里, 这些大臣家的消息很灵通, 高剑城轰了声问, 你怎么跑来了, 摆放适合的饭专从家层里抽出一张纸给他, 牛友道给府里的消息, 高剑城意外, 迅速摊开纸张看了下, 只见上面写着让他盯住同府的人, 不许同家有一人跑掉, 看完, 打开抽屉摸出火车子炊燃, 将纸给烧成了灰烬, 反专低声道, 他要对同墨动手, 高剑城, 还不知道是谁对谁动手, 三大派的人要将牛友道留在宫里, 宫里那位死活不答应, 如今在外面给牛友道找了割落脚的地方, 动静有些不寻常, 这京城的水很深, 同墨身居相位多年, 数大根深, 是能非同小可, 手下龙蛇混杂, 怕不仅仅是个严宝如, 三大派不来硬的也摸不清深浅, 这里就是同墨的地盘, 不是谁想掀翻他就能掀翻的, 再加上有宫里这位的配合, 那位突然跑来有点鲁莽, 没他想的那么简单, 同墨只怕不会让他活过今晚, 反专, 那怎么办, 高剑城目光头向窗外, 徐徐道, 没得选择, 按他说的作罢, 同府外布置可靠人手, 启用同府内的眼线流心, 发现同家人有离开的, 立刻传消息给外面的人盯上, 记住, 事情一定要做干净一点, 不能惹火上身, 好, 反专因下, 摆放好食盒, 又密谈了几句后方离开, 京城一处雅境之地, 一座宅院, 临时安排给了牛友道落脚, 牛友道想走, 三大派的人不肯, 派了十人过来监视着, 走进自己的房间, 牛友道四处看了看, 只见达里的干钱静静的桌上摆了张通物摆纸, 走进一瞅, 背面似乎有字, 挥手虚设, 凌空翻转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危险, 危险, 危险, 连写三个危险, 左下角的标记, 牛友道一看就知是高建成派人送来的提醒, 不禁一笑, 发现这京城的水果然不是一般的深, 这些朝中大园也不是一般的简单, 这栋宅院是临时选定的地方, 他才刚入住, 结果高建成就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先他一步把警讯摆在他的房间,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不敢轻易来京城的原因, 他从不敢小看那些世俗全臣, 见他如此谨慎, 连看张纸都不直接动手去碰, 管方一过来问道, 什么东西? 牛友道翻手一脚, 是法将那纸张化作了鸡粉, 没让警讯上的内容外泄, 没看上, 管方一冷哼一声, 给了他一个白眼, 满脸的不爽道, 我可跟你说, 我在骑精待过多年, 这烟精想必也差不多, 你千万别小看童墨这种人, 这种手上捏着前和拳的人很可怕, 手下可不会只有一个严宝如, 他没想到牛友道义跑来居然会直接挑衅童墨, 还对童墨说出那样的话来, 简直是把刀架在人家的脖子上, 物照行道, 这一国中书之地, 汇集种种, 鱼龙混杂, 的确要小心, 能说出这话, 他显然也认为童墨这种人不好惹, 尤其是在京城这种地方, 牛友道挥袖扫了扫飘荡的粉尘, 消息来往三大派需要时间, 在三大派的消息回复之前, 三大派的人不会对我轻举妄动, 此件事, 只要三大派不以武力介入, 就不会有事, 说话间又回头看了看四周, 放出信号, 让云基来见我, 屋檐下, 宋史前连胜焦虑徘徊着, 纵国到了目前局势下, 他这个驻燕金的使臣不容易, 做得真不容易, 纵国强势时, 他甚至可以在燕国朝堂上墓中无人摆上国威风, 可如今的他却是四处求爷爷告奶奶, 当出燕国皇宫外, 脱了衣服赤身辱骂之后, 纵国的国运似乎就每况愈下, 真正是抽白了他的头, 两鬓已染双白, 一名从属快步来到, 前连胜盲问, 如何? 可探知了牛友道的下落, 纵国正在到处找牛友道, 希望求得燕国出兵, 然而一直找不到, 谁知突闻消息, 说牛友道来了燕金, 这个时候了, 他岂能错过一件的机会, 不管牛友道会不会答应, 他都要想办法见上一件游说, 这是他无法推卸的职责, 已经探知, 属员连连点头, 并双手奉上一封信, 这是牛友道命人送来的书信, 约大人一件, 啊, 前连胜一惊, 转瞬又欣喜若狂, 求上门去很难说是什么结果, 人家主动要见他, 那情况则不一样了, 牛友道若是没那个出兵的意思, 为何会主动见他, 这让他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信一看, 惊喜之色渐渐在脸上凝固, 渐显狐疑, 信上意思的确是约他一件, 不过确实要求秘密相见, 要求绝不能让人发现, 并指定了秘密会面的地点, 还限定了他带网的人数, 他这是什么意思, 前连胜疑惑者征寻意见, 手下道, 也能理解, 真要是出兵的话, 怕是又要撇开英国三大派和英国朝廷, 不秘密行事怕是不行, 前连胜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总之不管有什么疑惑, 他都必须要去赴约, 何况牛友道也没必要对他一个使臣干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当然, 必要的以防万一准备肯定是要做的, 当下秘密准备, 安排布置, 到了傍晚十分后, 前连胜带了四名护卫, 乔装打扮后, 经由使馆秘密准备的密道而出, 各国使馆免不了要干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准备类似的密道太正常了, 街头见有灯火, 摇晃在马车内的前连胜不时伸手拨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上两眼, 眉宇尖透着忧虑, 抵达一处偏僻宅院的侧门, 有人跳下马车敲了门, 道明来意后,门开了, 连同马车一起放了进去, 负责接客的人是乔装打扮后的徐老六, 前连胜下了马车见之便问, 道爷呢? 没有直呼其名, 而是公称了牛友道为道爷, 据说茅庐山庄那边的人都是这样称呼的, 他也表示了尊敬, 没办法, 有求于人, 请随我来, 徐老六将他们领到了内院深处的一座屋内, 打开门便见屋内地上有一处地道路口, 走到地道边, 徐老六伸手相请, 诸位尽管直走, 地道另一头会有人接应, 道时自然会见到道爷, 越来越觉得有些神秘, 钱连胜等人面面相去, 还是硬着头皮下了地道, 地道内黑漆漆的, 有人放出了月蝶照明, 地道并不宽敞, 最多容两人并排而行, 墙壁上倒是光滑得很, 浑然天成一般, 地道没有插路口, 却让人感觉很长, 钱连胜等人越走越压抑, 迟迟没见出口, 没想到牛友道竟然在这京城内, 挖出了一条这么长的地道, 这可不是小工程, 走了差不多足足一里地后, 才见出口, 出口已钻出, 又在一间屋内, 吴老二已在此接应, 吴老二请他们稍等, 待外面有人给予消息, 确认在吴尔幕后, 吴老二才领了他们出门, 出了房间见到这栋宅院外面的建筑后, 钱连胜的手下对齐尔与迪姑, 表示这里正式打探到的牛友道落脚的地方, 这让钱连胜放心不少, 本以为能见到牛友道, 谁知吴老二又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屋内, 并叮嘱, 外面有朝廷的眼线, 让他们暂躲在屋内不要出声, 等到爷招呼, 吴老二离去后, 几人沉默等待着, 等到天都黑了, 屋里黑漆漆一片, 还是不见有招呼, 安静了许久, 外面突有叮叮咚咚的琴声传来, 令屋内的人侧耳倾听, 第八百五十六章声东击西, 莫听了一阵, 钱连胜只感觉琴声中有说不出的情愫, 呢来了一句, 不知何人谈琴, 能问出这句, 证明他听出了不是一般的戏子琴诗之类的, 对时尚的凉亭中, 管方已点燃了亭内的那盏孤灯挂上, 灯光渲染下, 只见牛友道安坐抚琴, 牛友道并非刻意而为, 而是见这琴台上有琴, 顺手为之, 听琴韵, 管方已若有所思之余, 暗暗警惕着四周, 跟了牛友道这么久, 这是他第二次见牛友道抚琴, 出自他手的曲调空忧, 让人莫名覆莫名, 孤灯下, 污罩行和管方已分离左右, 期间, 吴老二又来到了钱连胜的房间内看望, 这边也着实等得不耐烦, 钱连圣见他便问, 道爷呢? 吴老二做了个让他轻声的手势, 道, 道爷正在会客, 有朝廷的人盯着, 势必安置妥当了自然会来见您, 等得不耐烦的不止这边, 琴台梁亭内的管方一见见也有些不耐烦了, 低声问了句, 你确定今晚真会动手? 牛友道微微一笑, 不答, 继续抚琴, 一开始他并无完全把握, 然而看到了高建成的流言示警后, 他便有了把握, 他深知, 在京城这种地方, 高建成身居高位不适摆设, 高建成的察觉判断能力非常人能比, 人家若是连这点察觉风吹草动的能力都没有, 哪能在防不胜防的朝堂青亚中爬到现在这个位置, 既然高建成都说危险, 那就肯定会出事。 高府, 内宅重地, 漆黑一片, 书岸后眠端坐的高建成似乎在闭目养神, 整个人沉浸在黑暗中, 饭专入内, 低声道, 暂无动静, 高建成, 同府呢? 饭专, 很安静, 不见任何端倪, 高建成徐徐道, 不见任何端倪就是端倪, 是, 饭专阴了声, 高建成又道, 若有大动静, 必然是得到了宫里那位的支持, 一旦有变, 立刻掉几本座的府衙人手过来, 以防童末趁乱把这边也捎带上, 反专神情一速, 明白了他的意思, 童末得到了宫里的支持后, 不管干出什么事, 宫里那位都没办法深究, 童末搞不好会一不做二不休, 趁大动干戈的难得机会铲除一几,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老爷的顾虑也不是没道理的, 必须防范于未然, 童府,内宅书房内, 沐浴后的童末宽衣大袖, 披头散发, 一手执笔, 一手提袖, 在那挥毫泼墨, 写了一张又一张, 管家童铭急步入内, 看了眼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墨迹纸张, 脚步借缝插针一般, 不敢踩上, 来到暗旁, 提醒到, 老爷, 差不多了, 童末手上挥毫不停, 能从大风大浪中走来, 游游到这人不可小看, 此事可出不得一点插持, 一旦动了手可就没了回头路, 情况确认了吗?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童铭, 不会有误, 游游到落脚的宅院是我们定下的, 细细检查过, 游游到还没有抵达之前, 宅院四周便布置了人手盯着, 可以确认, 进去的救那些人手, 再多冒出一个人进去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他的防御能力有限, 童末, 确认他还在宅内, 童铭, 绝不会错, 宅院里的仆从都是我们提前安排过去的眼线, 传出消息, 游游到正在宅中亭子里抚琴, 抚琴, 童铭比风略停, 皱眉, 童铭, 众目睽睽之下盯着, 不会错, 他雅兴不小, 估计是以为有三大派派过去的人保护, 不认为有人敢对三大派的人乱来, 童铭手中比风在走, 快速写完一页, 似乎也快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挥手扯了血丸的一张纸哗啦揭起一扔, 任由乱飘落地, 在宝占笔墨, 李峰又落白纸之上, 逼走龙蛇, 自己囚禁有力, 整个人挥毫泼墨的状态犹如蜂魔了一般, 从嗓子里眼里发出沉泪一声, 动手, 皇宫大内, 灯火辉煌, 妞妞倒在抚琴, 后宫中也有人在抚琴, 不过却是个女人, 张剑雄的宠妃阿雀, 张剑雄心血来潮, 想听他抚琴, 阿雀自然遵命, 只是偶尔抬眼时, 阿雀明显察觉到了, 张剑雄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心思从头到尾似乎都没在琴音上, 所谓的听他抚琴只是托辞而已, 灯火照耀下的美人, 食指摁住了琴弦, 琴音戛然而止, 而张剑雄却没察觉到, 好一会儿后, 张剑雄才猛然清醒过来, 只见阿雀明眸盯着自己, 微笑道, 好听, 怎么不谈了, 阿雀看了眼门外来往的侍卫人影, 道, 今晚, 外面似乎多了不少护卫, 张剑雄起身走来, 走到他的身后, 双手扶了他的乡间, 今天京城来了个讨厌的家伙, 有备无患而已, 阿雀, 听说是那个天都秘境拿了第一的牛有道, 张剑雄, 哦, 你还关心这人, 阿雀本想说在宋国的时候就听说过, 话到嘴边终究是没在提故国往事, 轻声回, 只是有些害怕, 宫中一旦人马出现异常, 往往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说这话是看了看自己肩头的手, 张剑雄摸在他肩头的手明显僵了僵, 多虑了, 不会有事, 张剑雄牵强一笑, 谁知话才刚落, 外面便传来一阵轰隆声, 紧接着响起激烈的打斗声, 群起的喊杀声瞬间打破了这身宫的宁静, 大总管田羽紧急从外面跑来, 大声禀报道, 陛下, 宫中太监作乱, 打开了宫门, 引了贼子杀入, 阿雀精的站起转身, 陛下, 张剑雄处便不惊, 伸手抚摸他柔眉脸颊, 平静道, 寡人在此, 不会有事, 一群黑衣蒙面人杀入宫中, 见识如雨, 宫中侍卫拼死抵抗, 守护修士陆续冒出拦截, 宫中惊变, 逍遥宫长老习遥, 紫金洞长老申报春, 林剑山长老落明剑皆经的第一时间闪身而出, 难道是牛友道, 站在屋顶眺望的申报春惊一不定一生, 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偏偏牛友道来了就有人夜席皇宫, 加之牛友道和商贱雄的恩怨, 想不怀疑到牛友道头上都难, 很快, 三大派的守卫弟子纷纷赶负欲敌, 正想动静隆隆而来, 沉浸在黑暗中的高建成豁然睁眼, 沉声一喝, 方向不对, 怎么回事, 管家饭专已经跑了进来, 紧急禀报, 老爷, 大事不好, 皇宫方向传来打斗动静, 似乎有人在强行攻打皇宫, 皇宫, 高建成惊疑不定, 目光急速闪烁一阵, 哭站起, 不好, 声东击西, 这是要对牛友道动手了, 梁亭中, 秦英戛然而止, 牛友道食指摁住了秦弦, 偏头看向剧烈打斗动静隐隐传来的方向, 好像是皇宫方向, 乌兆行皱眉嘀咕了一声, 叮铃当当, 一阵刺耳脆响, 琴弦全部被牛友道食指给勾断了, 乌兆行和管方一看向他, 不知他什么意思, 哼哼, 牛友道一阵冷笑, 都是狠人, 为了对付我, 还真是下了血本, 看来三大派的人是无法及时赶来救援了, 管, 乌二人耸然一惊, 明白了他话中的意思, 皇宫的动静应该是为了拖住三大派的人手, 牛友道屈指弹出一道进风, 灭了灯笼, 顺手捞了割在一旁的剑, 起身就走, 敌人已经发出了动手信号, 走, 三人迅速从堆砌的山石凉亭上下来了, 没去别的地方, 直接拐入了下方的甲山之中, 甲山内击脚嘎拉的地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地道入口, 牛友道三人迅速闪身而入, 云姬就在里面等着他们, 但见云姬手摁地道墙壁, 地道入口的泥土立件涌动, 如自然玉盒一般, 封堵了洞口, 鸡人不断下沉, 上面泥土不断融合, 层层封堵, 脚下泥土则不断翻涌开来, 从狭小的空间四周上翻堵住上面, 一路下沉的同时, 云姬审声道, 你这样做很危险, 牛友道懂他的意思, 一开始云姬就提醒了他, 遁地的话, 云姬自己还行, 无法带着人迅速遁离, 最多只能像眼前一样, 一旦有变的话, 敌人立刻扑来进攻, 几人的逃离速度根本经不住修饰轰开地面的速度,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三大派的修饰不是摆设, 有他们挡一挡不会有事, 牛友道微微一笑, 侧耳倾听地面上的动静同时, 又问, 地道封堵了吗? 乌姬他们都撤走了吗? 云姬, 都好了。 沉稳人, 守护牛友道落脚宅院的三大派修饰还正对着皇宫方向惊仪不定, 突然发现异常, 立刻一喝。 突然从黑暗中闯来的一群蒙面人压根不回话, 直扑甲山上的凉亭秦台方向。 大胆, 三大派修饰起荣刺客猖狂, 纷纷闪身而出拦截。 庄方倾客奸机都在一起, 三大派弟子很快发现, 来者不止一点点人, 怕是有上千人。 黑暗中有人审声道, 不许放走一个人, 不留活口, 杀。 简然是不想出现任何意外, 怕牛友道跑了, 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认识牛友道。 秦升停了, 屋内有人嘀咕了一声, 紧接着剧烈的打斗声传来, 钱连胜脸色一变, 出去看看。 鸡人刚从屋里冲出, 立刻有一群黑衣人扑来变杀, 护卫紧急护助钱连胜。 钱连胜惊慌失措之余, 发现被围攻的不止他们, 近、卫、 其、 赵、韩的使臣居然都在附近, 也同在这座宅院里遭受围攻。 确切地说, 他们就在同一个院子里, 只是之前互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而已。 第857章不死不休, 诸国使臣一照面, 都有同一个念头, 陷阱。 这绝对是牛友道布置的圈套, 然而想不通牛友道为何要杀他们, 脑袋里进了水还是装了粪, 杀了他们不但没好处, 还得惹一屁股麻烦, 活得不耐烦了吗? 妈的, 王八蛋, 专和使臣过不去, 不知谁骂了声, 也不知在骂谁。 秋, 一只暴信地想见冲天而起, 秋修修, 一只只暴信地想见冲天而起, 眼见刺客众多, 眼见形势危急, 各国纷纷发出了救援信号。 各国出使人员绝不仅仅是几个人, 驻扎另一国是有许多事情要办的, 哪是一点点人手能吃的消的, 那是整整一个出使团队。 护卫力量也不是吃素的, 否则经不住别有用心的敌国折腾。 各方虽然都想找到牛友道, 也尊了牛友道的主妇少带人秘密前来碰头, 可并不意味着不会做准备。 防范意外的准备不可能没有, 救援信号一出, 不说千军万马来相见, 倾客兼数百号人还是有的, 文讯不顾一切朝这边腾空飞掠而来。 遭受围攻的庄院顿时乱成了一团, 来源者拼命杀入重为解救本国使臣。 刺客在大开杀戒, 各国使团的人也在大开杀戒, 顾不上是不是在燕国的都城, 刺客行刺难道还不许他们反抗不成。 只要能活下来, 这里到哪都讲得通。 这么多修士, 这么大的厮杀阵仗, 外界的百姓吓得惊慌而逃, 乱事件波及整个京城。 而被围攻之地, 六国使团开始抱团联手抵抗, 不停传来咒骂牛友道的话语。 嗡,一旁屋顶上突然出现法眼能见的极光一彩, 天剑符, 六国使团中有人大吃一惊, 有人迅速抖出一张天剑符施法应急。 一道巨大剑形钢引从一旁屋顶狂轰而来, 地面随后爆出一道巨大剑形钢引引击。 光光光, 一连串轰鸣, 双方相继释放出十二道天剑钢引硬碰硬, 那叫一个钢气四翼, 狂风席卷土石崩飞。 诸国使臣差点都被吹飞了, 被护卫修士施法死死护住。 轰鸣声刚停, 又见极光异彩冒出, 刺客当中又有天剑符出。 六国使团也不是吃素的, 赵国的天剑符用掉了, 韩国那边又冒出一张天剑符抵御。 双方以天剑符硬碰硬, 一方狂轰乱炸, 一方拼命抵御。 双方天剑符威力耗尽, 刺客那边又现极光异彩, 还有天剑符。 魏国那边也爆出了极光异彩, 也施展出了天剑符抵御。 双方简直是疯了一般, 天剑符似乎曾出不穷似的, 彼此狂轰。 连爆几张天剑符后, 刺客那边的首领都惊呆了, 为了刺杀牛友道, 幕后的人可谓是不惜代价下了血本的。 因为知道牛友道手上可能有天剑符, 因为知道牛友道身边有单榜排名第六的高手污罩型保护, 幕后主使者致在必得不惜代价之下 竟直接调用了十张天剑符给他。 连一般大门派都难拿出这么多天剑符, 幕后主使者却一下动用了这么多,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手笔, 幕后主使者的能量可想而知。 总之目的只有一个, 无论如何, 必须杀了牛友道, 否则将要威胁到幕后主使者的身家性命。 幕后主使者这回真的是急眼了, 真正是不惜代价。 六国那边的修士也惊呆了, 至于吗? 为了杀他们, 牛友道竟然不惜动用这么多天剑符, 这是挖了你家祖坟还是怎的, 天剑符不要钱的吗? 一张天剑符可是价值千万纳, 静好, 出现过叶使被杀的事, 又出现了宋使御辞的事后, 各国大派都调集了天剑符以防万一, 免得堂堂大派连个使臣都保不住脸上也挂不住。 当然, 都知道不太可能经常出现刺杀使臣的事, 天剑符也真的是被这以防万一, 使用掉的可能性不大。 六国使团都各自备有一张天剑符, 谁知今天就派上用场了, 还不止一家派上了用场, 而是大家都派上了用场。 如此奢侈也正常, 一国使团肩负重大责任, 配备一项豪华, 天剑符是其次, 一旦有重要情况, 还能紧急调遣大型飞行接应, 想当初少平波在齐国就是被禁国使团的人那样弄走了。 地下深处, 牛有道等人抬头, 看着沙石向下雨似的沙沙落下, 被震下来的。 牛有道奇怪, 躲这么深还能震感如此强烈, 打得这么激烈, 难道用上了天剑符? 鸡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云姬手摁毕上施法处理, 否则要被活埋了。 震感激烈而持续, 污罩形冒出一句, 是天剑符吗? 这个动用了多少天剑符, 简然对是不是在用天剑符打斗表示怀疑, 牛有道也有点怀疑, 不用怀疑的是, 如此大的动静, 刺杀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象。 管方一听得心惊肉跳, 看来要杀你的人是铁了心要置你于死地啊。 京城百姓不知多少人惊慌, 许多人只能是装作没听见, 门窗紧闭下的瑟瑟发抖。 有权有势的人家则加强了护卫, 一对官方人马匆匆跑来, 将高福给团团围住了保护。 反专跑进内宅像站在了屋檐下的高建成禀报, 老爷, 府衙的人马已经到了。 高建成看得确实动静更激烈的方向, 是牛友道落脚的地方吗? 反专道, 是的, 已经动手了, 这么大动静, 地都要震塌了是的, 看来同默时不惜代价啊。 面露忧虑, 高建成徐徐道, 正因为这么大的动静, 我反倒是不是太担心了, 牛友道果真是有悲而来。 反专问了一下, 全机明悟, 也是, 不然牛友道身边的那点人手 无法持续激烈反抗到这种程度, 这只能说明牛友道做了充分的准备。 高建成, 两人在京城公然直接交上了手, 彻底撕破了脸, 这是要不死不休。 反专, 看情形, 逆境刺杀的是真的是惹恼了牛友道, 牛友道这回就是来找同默算账的。 高建成轻叹, 一方是过江龙, 前来兴风作浪。 一方是地头蛇, 树大根深风吹雨打不动, 左卫强龙不压地头蛇, 目死谁手尚未知, 牛友道若败了, 南州派系的顶梁柱就倒了。 同默若败了, 也将万劫不复, 反专, 公里那位肯定也插手了, 否则同默不敢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牛友道若赢了, 会不会连累到公里那位? 高建成摇头, 没有公里那位点头, 不会出这样的事, 同默只不过是公里那位顺水推舟出去的死士, 不成功变成人。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公里那位都不会有事, 哪怕再不喜欢他, 三大派也必然是要保他的。 南州已经让三大派很头疼了, 岂会让南州的势力再把持住整个烟箔。 反专若有所思, 二人不死不休, 闹到这一步, 今晚的结果怕是注定要倒下一个。 今夜, 恐无人能入眠。 怎么回事, 宫中, 三大派长老已经率领一些人护在了商界雄等人的周围。 岂先因为这里的厮杀声太大, 没听到远处的厮杀声, 直到远处动用了天剑符, 这里才察觉到了明显的异常, 故而有此疑问。 怎么回事, 目前无人能答, 三大派长老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经已不定。 眼前厮杀未停, 不知刺客是否还藏有什么后招, 另着边忌惮, 但不敢轻易分出人马, 倘若三大派联手保护的皇帝都被杀了, 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被保护中的商界雄目光闪烁着。 同府, 一只金翅扑入庭院中, 接收人迅速从脚筒里取出信交给管家同名。 情况紧急, 为求方便, 现实明信, 公然撕破了脸, 连所谓的什么密信保密都不用了。 一看信中内容, 同名大惊失色, 慌不迭地跑进了屋里, 也顾不上脚下了, 直接践踏了同墨的墨堡, 香也, 不好了。 慌什么, 同墨骤然抬头一喝, 虚发略荡, 一股酒居人上的气势射人。 同名指向外面某个方向, 近, 为, 其, 宋, 韩, 赵, 六国的使臣街在被围攻的宅子里, 正在帮牛有道拼死反抗。 啪踏, 同墨手中悬着的笔落, 在白纸上砸出了一团乌黑, 两眼瞬间红了, 六国使臣怎么会同时出现在他那里? 同名快急哭了, 老奴不知啊, 同墨呲牙咧嘴道, 你不是保证那宅院里没有其他人进去吗? 我, 同名拆声道, 老奴也搞不明白, 那宅院没有问题, 不存在密道, 也不可能现挖, 现挖的话大量土石倒腾, 不可能不被发现的。 同墨三方子抖了几下, 面部扭曲猙獰, 一次一句道, 杀了三大派的人, 又杀了六国使团的人, 内外交困, 内外同时施压, 不给三大派退路, 也不给朝廷退路, 好个奸诈贼子, 小贼这是想彻底断绝老夫的火路。 同名, 乡爷, 围攻的人要下令撤退吗? 放屁, 怎么撤, 你敢保证三大派和六国使团没死人吗? 同墨一声怒吼后, 又迅速冷静了下来, 确定牛友道还在那宅院里吗? 这, 同名不知该如何确定, 六国使团的人蹊跷出现后, 肯定是有这边没掌握的密道存在, 他没办法再保证了。 东, 同墨一拳垂在了桌上, 违有退路了, 牛友道必须死, 他死了, 责任才有人去扛, 懂吗? 第858章生死尽在此一搏。 同名懂了, 只有牛友道死了, 才能打破南州势力的平衡, 至于是不是战时, 会不会影响英国在赵国那边的巨大利益格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三大派不可能让赵国那边的战士和英国内部同时出乱子。 只要牛友道死了, 只要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要目以成舟, 三大派就必须去面对那个局面。 牛友道一死, 南州势力一乱, 三大派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 一起收拾控制住南州的乱象, 不会再跟朝廷过不去, 对内对外交代的责任自然是由牛友道那个死人去扛。 攻打皇宫, 三大派弟子的死伤, 还有杀害六国使团人员的责任, 都可以推到牛友道头上去。 诸国目前的情况, 受到利益撤肘, 谁也奈何不了燕国, 只要能给出交代, 事情自然会慢慢淡化。 是, 同名因下后跑了, 待同名回来复明后, 同名已经冷静了下来, 慢慢坐下了, 家里安排一下, 待多了人不合适, 太惹眼, 直系的先安排出城, 去预备好的地方避一避。 若事情能过去, 再让他们回来, 若我没有再联系他们, 就让他们隐姓埋名, 切断与同性的所有关系。 忘记这京城曾经的一切, 不准再提起半个字, 或许能躲过这一劫。 同名新贤遗颤, 这是在安排家眷撤离, 这已经是在准备后事了, 已经在为失败做准备了。 六国使臣在围攻之地的出现, 让主仆二人都意识到了, 那就是牛友道布置好的陷阱, 还能不能诛杀牛友道, 都没有了把握, 得安排后事了。 老爷, 一旦有变, 您什么时候撤? 同名颤生问道, 同莫叹道, 我走不了, 也不能走, 我若是逃了, 就坐实了杀六国使臣的罪名, 一旦戴实了这个帽子, 就算我能逃出燕国, 又能逃到哪去? 把六国使臣给拉进了死局, 这就是牛友道手段歹毒的地方, 已经彻底断了我的后路, 我若跑, 天下之大也在无我容身之地。 一个得罪了六国, 失去了权势, 又没有了用处的老骨头, 到哪都活不下去。 目前的局势没人能奈何燕国, 几方或悉尼, 就只能是拿我顶罪了事, 一国大司空的分量, 够顶罪的。 所以同名那, 我不能走, 我一逃就彻底输了。 我留在这里就还有机会, 一跑就没了任何机会, 七国会对我追杀到底, 届时还会连累加小。 我在这里, 哪怕失败, 已经抓到了我, 各方已经有了交代, 诸国就没了再兴师动众的必要, 加小心许还有一条火路。 我一跑, 谁都跑不了, 将爷, 同名颤声哽咽, 明白, 生死尽在此一搏。 可他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一转眼, 在这烟金全是滔天的同家就被逼入了绝境。 这场针对同家的狂风暴雨竟然来得毫无征兆, 那个一直不敢在京城现身的人突然就进京了, 突然就直闯皇宫了, 事情突然急剧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速度之快, 之突兀, 搞得所有人措手不及。 凭同家的势力, 之前一点征兆和迹象都未捕捉到, 以至于之前连点预防和准备都没有, 方方面面无法顾及周全, 短时间内仓促应对。 很明显, 三大派那边也是所料不及。 同墨摆了白手,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六国使团只有六张天剑符, 而刺客却有十张天剑符, 六张天剑符告庆之后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 然而就在双方交战的最显耀关头, 一支大军出现了, 浩浩荡荡奔赴交战点的四周抢战位置进行紧急部署。 随同出现的是大量的工程器械, 大量的工程弩, 大量的抛石器, 火速推战到位。 一看这么多人马精准到位的节奏, 便知是事先做了精心准备的, 至少作战计划已经熟润于心。 发生变故的宅院本就离一方军营不远, 该做的准备早就在军营内做妥当了, 时机一道直接推战到位便可。 工程弩火速上弦, 调整了射角, 大量抛石器做好了发射准备, 数不清的弓箭手拉弓上弦。 京畿四大统领之一的王衡, 也是牛友道曾经在上轻松的师兄送眼亲的前岳父, 此时拔剑怒鹤, 竟敢在京城作乱, 不留火口, 进攻。 光, 工程弩砸响, 数不清的钢毛嗡嗡破空而去, 飞过前方的屋顶, 犹如钢铁飞鱼般松松灌入交战的宅院内。 街头巷尾, 甚至是别人家的院子里, 弓弦骤响, 届使如瓢泼大雨般压向交战地, 甚至有火箭。 呼呼翻滚的大石层出不穷的腾空砸入目标地点, 甚至有抛出的火油罐。 推出的小车架着原木, 从四面八方冲撞向宅院的围墙, 墙倒则工程母迅速推上来补位, 挥锤砸射出的钢毛, 平角射出, 横扫一切。 还在深宅大院那座最后胜负一搏的敌我双方, 劲猛然抬头看向空中, 瞬间乱成了一团。 穿金烈石之威的钢毛, 击中园中假山, 假山崩裂垮塌, 绿大树直接贯穿。 孤效砸落的大石, 砸他园子里的乌梁, 摧毁园子里的所有建筑。 鉴于躲躲而下, 侵占园子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般。 火箭点燃了抛入的火油, 瞬间燃起烈焰, 浓烟滚滚, 火光剑冲天。 啊, 刺客首领悲愤怒后, 手上仅剩的天剑符毫不吝啬地施展了出来抵御。 威力巨大, 虽能摧毁瓢泼而来的攻击, 效果却犹如大垂杂文字, 能轻易摧毁眼前, 对绵密而来的进攻却无丝毫影响。 围攻大军是成体系的进攻方式, 有人负责进攻, 有人负责进攻物的接连补给, 持续进攻半个时辰不成问题。 大军远攻体系持续运作不歇, 疯狂发动进攻, 无差别进攻。 如此庞大的进攻体系, 又将进攻威力集中在了区区一点, 破坏力是惊人的催枯拉朽。 从四年八方同时进攻, 覆盖攻击之下, 等到反应过来, 连给人破地躲藏的时间都没有, 只能拼尽全力抵御, 否则稍有迟缓就能被打成筛子。 天剑符有力也有弊, 使用时威力巨大, 可能量一旦释放出来, 腾空或左右挪移的速度 也将受到巨大能量的约束。 浓烟和火光中, 天剑符耗尽的刺客首领突围失败, 身上插了几根钢矛从空中落下, 人还未落地便被剑与刷刷打成了刺猬一般。 不管目标地点还有没有动静, 大军的进攻依然在持续, 目标地点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似乎要焚毁一切。 从军营车拉马拽而来的钢矛箭矢之类的物品 源源不断补充到位。 脚装打扮后的吴老二等人, 远远看着这疯狂的一幕, 汉矛都竖了起来, 尽兴及早脱身了, 否则估计地道都得给轰塌了。 高辅, 获悉了下面打探来的情况, 获悉了大军疯狂进攻的情况, 高剑城神情抽搐, 连大军都动用上了, 还在京城内用上了工程器械, 狗急跳墙, 疯了。 反砖, 同家有一群人悄悄分批出了城, 已经通知了牛友道的人。 高剑城微微汗手, 得亲王府内, 站在阁楼上的燕国大司马商永中看着火光冲天的地方, 脸颊紧绷。 王爷, 外面突然兵荒马乱的, 出什么事了? 王爷, 切身害怕, 一年轻茂媒宠妾在旁摸索个没完, 终于把商永中给惹火了, 转身就是一巴掌, 滚。 亮呛倒地的美妾惊呆了, 不知多少人在这夜幕下坠坠不安, 整个京城陷入了一片巨大的惶恐之中。 宫内叛乱平面了, 喜瑶, 申报春, 莫名剑却不敢轻易离开商界熊身边, 只吊派了一部弟子紧急赶往另一处十发地。 带到这些人赶到, 牛有道落脚的园子几乎一为平地, 哪还能看到一栋建筑, 连棵树都看不到了, 在烈焰中焚烧着, 估计地下几丈身都能烤熟了, 看不到活人。 三大派弟子的强行约束下, 进攻大军撤回了军营。 身穿战甲的王衡一进自己房间, 便见到了一个背对的黑袍人, 拱手道, 韩公公, 事情已经办妥了, 莫将保证那出园子里不会再有活人。 很好, 我这就回去赴命, 蒙在黑斗篷里的人转身而去, 经过王衡身边时, 斗篷里突然闪出一道寒光。 王衡脖子上喷雪, 双手捂着脖子却发不出声来, 慢慢倒下了。 蒙在黑斗篷里的人走了, 而倒在地上的王衡却拔出了自己的佩剑, 剑上有雪, 拔剑自稳状。 将爷, 整个园子一味了平地, 月夜不息, 不太可能再有活人。 管家同名入内, 对端坐在暗后闭目养神的同墨禀报了一声。 同墨徐徐睁眼道, 也就是说, 并未亲眼见到牛有道扶珠。 同名一脸为难, 同墨, 家里人都出城了吗? 同名, 都已经安然离开了, 会尽快远离这是非之地。 同墨起身了, 更衣, 进宫, 宫门, 大军严密封锁, 尽量马车陆续来道, 状况一平息, 同墨, 商涌中, 高建成都赶来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三人不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都连夜赶来了。 驾了马车的三人互相打亮了一眼, 没人吭声。 宫门开出一条道, 放了抬头挺胸的三人进去。 第859章我要个宫道, 后宫王级一片, 整个后宫三分之一的面积几乎都毁于了一旦。 有些事情, 有些人就是要让通雾发生, 要弄得像真的似的, 事先不会告知被害人, 一些公平被殃及持余, 惨死。 三大派的人一开始自大, 不认为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怎样, 却并不是傻子。 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 岂能不知是怎么回事。 面对习窑, 深暴春和洛明健恼羞成怒的质问, 商界雄一系人员包括同墨在内, 皆推得一干二净, 死不承认不说, 还一口咬死尸牛有道干的。 至于牛有道那边遭受围攻的事, 这边也一口咬死尸接到六国使团的人的球员信号, 才派兵去攻打。 总之全往牛有道身上推, 哪怕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 就是咬死牛有道不松口。 其咬等人也拿商界雄没办法, 这么大的事, 他们无权做主, 未经宗门统一也不可能忘杀商界雄等人, 再把乱子给搞大了他们担不起责任。 天亮了, 三只大型飞行紧急从远方赶来, 紫金洞掌门宫林侧到了。 因为距离原因, 宫林侧是最后一个赶到的, 他抵达时, 龙羞和孟宣已经黑着一张脸站在了宫中的一片废墟中, 脸色都很难看。 本都是接到了这边的消息后赶来的, 是冲牛有道来的, 谁知人还在途中就接到了惊变的消息, 来到后看到的居然是这么一幕。 根据种种迹象显示, 有人就是要赶在三大派的决定出来之前抢着动手, 抢着把事给解决了。 从申报春口中得知了详细情况后, 龙羞将申报春骂了个狗血喷头, 骂他狂妄自大, 骂他无能无知, 连这点警觉都没有, 事先若有察觉也能把事情给搞成这样。 申报春被骂得无言以对, 他之前怎么都没想到, 这边居然有人敢对三大派的人动手。 龙羞侧一声猛哼, 甩袖而去, 走到了废墟旁的两人身边站了站。 之后, 三位掌门腾空而去, 连妹来到了另一处事发之地, 眼前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 见住, 树木筒筒不见了, 漆黑焦黑一片, 还有鱼烟鸟鸟, 四周一狼藉一片。 大量烧黑的石头堆积, 石头缝隙中遍布烧黑的钢毛之类的, 别说活人, 连尸体都看不见了。 这是怎么弄, 龙羞沉声问了句, 公民策一脸阴霾道, 我看这个商剑熊是活得不耐烦了。 孟轩, 他这是笃定了一旦杀了牛友道, 我们不敢妄动他。 牛友道到现在都没露面, 怕是已经遭了意外, 这么大的动静瞒不住, 南州那边很快就会知道消息, 两国正在交战, 还不知会闹出多大的事来, 赵国那块肥肉我们怕是没了机会去享用, 为防牛友道与捏狗急跳墙, 得想办法紧急控制。 该死的东西, 公民策有些恼羞成怒, 不仅仅是赵国那边的利益飞了, 牛友道出事, 紫金洞将遭受巨大损失, 许多事情已经和牛友道敲好了的, 南州势力本就是紫金洞嘴上的一块肥肉, 牛友道一死就成了泡影, 让他如何能不恼怒。 然而有些事情只能是吃个哑巴亏, 不能宣之于众。 龙羞道, 不管牛友道是死是活, 都要紧急做两手准备。 三人正在商量对策, 地底深处的空间内, 牛友道也缓缓睁开了双眼。 鸡人都在盘膝打坐, 实在是下面空气有限, 都失法让自己进入了归膝状态, 不然空气不够用。 差不多应该天亮了, 牛友道话一出口, 几人陆续睁开了双眼。 管方宜, 现在出去吗? 牛友道, 三大派的反应在迟钝也不至于迟钝一整夜, 事态应该已经平息了, 京城上下应该已经被三大派给控制住了, 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管方宜有点担心, 你做出这样的事, 就不怕三大派对你下手。 牛友道反问, 我做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做, 突遭毒手, 侥幸躲过一劫而已。 管方宜无言以对, 云基道, 三大派未必会放过你。 牛友道叹道, 是不会放过我, 但不是现在。 现在赵国倒是巴不得我被燕国给弄死, 好看燕国内讧被自己解围。 燕国三大派这个时候不敢乱来, 现在不是我在秘境的时候, 他们没把握在快速且不出乱子的情况下顺利控制住南州势力。 内讧一起, 赵国必然要趁势而为, 只要有机会韩国也不会做事燕国做大。 总之有诸多原因撤肘, 弄死我也是为了利益, 有更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他们舍不得赵国那快到了嘴的肥肉, 不会亲力冒险, 正在一片浇黑废墟中做商量的龙羞, 宫林侧, 孟宣突然一起回头看向了废墟中的某地。 下面有人, 龙羞化刚落, 轰, 只见一地土石乱飞, 翻涌飞灰中冲出了三道人影落地。 正是牛友道, 管方宜和屋造型。 至于云基, 自行从地下走了, 带了人有了雷坠顿离不便, 自行顿地很容易。 见牛友道还活着, 三位掌门一愣。 牛友道见这三人在现场也愣了愣, 再看看四周, 或完全面目全非, 让人怀疑自己还在不在京城。 三位掌门闪身过来, 都忍不住第一时间看了下他们躲藏的地方, 之后面面相去, 还以为这家伙死定了, 没想到那么大阵仗, 听说光天剑服都用了十几张, 就这么躲躲就躲过了一截。 太惊险了, 差点见不着了三位掌门。 牛友道惊呼连连, 一脸庆幸模样, 没死, 公邻侧回头看向他, 可谓惊喜交加, 控制住情绪道, 没事就好。 牛友道愤慨道, 究竟是何人下此毒手? 龙羞怒声道, 你何须明知故问, 事情摆明了就是你挑起来的。 牛友道哪能认这仗, 郑重提醒道, 我没有杀人, 是有人在对我痛下杀手。 三位掌门相视一眼, 正这时, 被修士和兵马联手控制警戒的外围略有骚动, 徐老六露面被拦下了。 牛友道招呼了一声, 自己人, 他说话没用, 直到公邻侧挥手示意了一下, 才将徐老六给放行了。 牛友道闪身赢了过去, 有意不让三大派的人听到, 低声问了句, 昨夜这边什么情况? 动静闹得很大, 双方用天剑扶拼了好一阵, 徐老六把昨晚在外面观察到的情况说了下。 事情经过听的牛友道心惊肉跳, 规模远超他的想象, 他以为只会给六国使团的人造成损失, 没想到六国使团的人竟全部被干掉了。 徐老六最后补充道, 童家的人, 昨晚的确有出逃, 即使拦下了, 都控制住了, 现在在城外秘密看管着, 童墨在这边的势力太大, 进城怕是不方便, 听完情况后, 牛友道心中有数了, 转身回了另一边。 许多事情大家心知肚明, 这里也没其他人, 离什么好遮掩的, 他直接开门见山道, 昨晚的是, 我要个公道。 公道, 孟宣冷笑, 这明明就是你设下的陷阱, 你若有公道, 怕是没天理了。 牛友道, 孟掌门抬举我了, 不存在什么陷阱, 我没想到商界熊的胆子这么大, 连三大派的人也敢下毒手。 孟宣, 还说不是陷阱, 六国使团的人你怎么解释? 牛友道, 不瞒诸位, 六国的人一直在通过王爷那边找我, 我这次来就是要和他们碰头的, 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六国的人找他不是什么秘密, 这边都知道, 但不会信他的鬼话, 只是这位坐下的是没落下任和可供人抓住的把柄, 让人无法以证据说话。 孟宣冷哼,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心知肚明。 功名侧干咳一声, 问了句, 你想要什么公道? 牛友道, 京城的兵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大家都知道, 能出动京城驻军为公, 还能动用那么多天剑符, 在这京城除了商界熊也没别人, 我看这昏君的位置可以换人做了。 龙羞握了声, 你想换谁做? 牛友道, 用亲王为大燕偶心立血, 立下汉马功敖, 君政能力不知道比商界熊强多少倍, 又是商是皇族, 没第二个人比他做这皇位更合适的。 就知道他想推商朝宗上位, 龙羞冷笑连连, 这不可能。 这边不可能再让牛友道的人把持燕国, 现在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他, 哪还能给他更大的施展空间? 在南州的问题没解决之前, 刘友制衡的力量是必然的。 龚民侧皱眉, 也觉得牛友道有点操之过急了。 牛友道, 公然杀害三大派的弟子, 如何对三大派上下交代, 难道要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还有六国使团, 这是闹得太大了, 不给出个满意交代, 六国怕是不会罢休。 龙羞, 这时轮不到你来做主, 我等自会处理。 牛友道手中剑放下了, 处在脚下乱石上, 是轮不到我来做主。 可是有人三番两次对我下毒手, 屡叫顾改, 可以想象, 我这次若轻轻放下, 必然还有下次。 三位掌门非要坚持的事情, 我不敢不从, 伴着口气, 我咽不下, 这时尚没有光挨打步还手的道理。 第860章 你们这是在逼宫, 语气虽然还恭敬, 但画风已经是软中带刺, 和以前的小心凤城大大不同, 变了。 这态度令有些人无法接受, 孟轩勃然欲怒。 龙修见状迅速抬手打住, 没让他把话说绝, 怕把话说绝了价德双方都无法下台要死杠到底, 现在还不是把事做绝的时候。 孟轩有所疑惠, 倒嘴的话强咽住了。 管方已已是安安心惊, 发现牛友道真正是越来越强势了。 龙修岔开了话题, 牛友道, 先把你和小月格的事情说清楚, 你和小月格究竟是怎么回事。 牛友道, 和小月格合作, 我也是被逼无奈, 当初茅庐山庄是谁在大肆攻打, 大家心知肚明, 我若非和小月格合作了, 也活不到现在。 谁想到了京城, 那位又对我在下毒手。 见他老是把话题往商见熊身上扯, 龙修不接着查, 继续问小月格的事, 他们护你安全, 条件就是见南州人马压制赵国柱他们起事。 不管真相如何, 牛友道都认了, 没错。 龙修, 他们起兵意欲何为, 牛友道, 应该是想将赵国取而代之。 孟宣冷笑一声, 笑话, 莫非他们认为赵国能乖乖把郑国神器交给他们不成。 牛友道漫不经心抛出一句, 伤劲在他们手上。 伤劲, 交失已久的伤劲在小月格手上。 众人一惊, 三大派掌门面面向去, 看来这小月格的野心还真是蓄谋已久。 这边之前一直担心牛友道会不会是小月格的人。 龙修, 你动用的可不只是南州人马, 而是整个燕国的人马, 这已经不是你还人情的事, 难道要我燕国白白帮他小月格的忙不成? 牛友道, 自然不会是白帮忙, 也自然要给三大派一个交代。 小月格已经许诺好了, 事成后, 从赵国领土切割出三州地盘, 作为给燕国三大派的谢礼。 才三州, 功名策很是不满一声, 孟宣, 我燕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帮他们, 赵国三十三州的地盘, 才给三州。 这绝对不行, 牛友道他们起事后, 凭他们的实力无法全面取代赵国, 这点想必他们自己也清楚, 此事带有商量的余地, 所以不急。 总之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我不会让燕国吃亏, 贵给三位掌门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则三位掌门也不会放过我。 孟宣心中冷亨嘀咕, 事成后照样不会放过你。 同府, 管家同名出门看了看, 发现往日里一大早就门庭若市的门口, 今早却是一个来拜见的都不见了, 平日里一大早就能踏破的门槛竞变的冷冷清清。 看来昨晚的竞变, 另不少人提神醒脑, 都是精中的老油条, 趋利避害都有一套, 没有傻子。 事情搞得太大了, 在不见结果前, 怕是不会再有客人来了。 倘若乡爷赢了, 不来的人自然又会蜂拥而来, 且又有借口, 或惜乡爷大晚上就进宫了不在家里之类的。 同名自嘲地笑了笑, 转身回了里面。 后宫, 一群太监正在指挥进军人马收拾废墟之地。 朝堂外, 汇集了一群大臣窃窃私语, 迟迟不见早朝开始。 都知道昨晚出事了, 因此也没人让太监去催, 都在那等着消息, 不知多少人坠坠不安。 此时的商贱雄的确无心早朝, 正与三位仲臣商议善后事宜。 田羽脚步匆匆地从外跑来, 急报, 陛下, 牛友道没有死。 什么, 君臣四人接大惊回头, 田羽满脸忧虑道, 下面来报, 牛友道躲过了一劫, 就藏身在围攻之地的地下。 三大派掌门过去后, 他突然钻地而出, 如今正在原地与三大派掌门面意商量着什么。 商贱雄怒回头, 盯着铜莫怒斥, 你搞什么鬼。 动用了那么大的力量, 居然让人就在地下轻易躲过了一劫。 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吗? 他站着说话不腰疼, 目标地点被打成了那样, 绿颜冲天, 就算有尸体也分辨不出来谁是谁。 再说了, 后面三大派的人敢来控制了现场, 也由不得谁再去现场折腾, 怎么搜查。 当然, 这种事跟皇帝解释也没用, 这个时候的皇帝不关心过程, 只关心结果。 同墨麻木在原地, 一脸痛苦, 这也不是什么在不在地下躲过一劫的事。 从六国使臣在目标地点现身, 他就意识到事情麻烦了, 牛友道明显早有防备, 只怕未必能做掉牛友道, 如今果真是不幸,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高建成和商永中悄悄相视一眼, 昨晚动静一出, 凭他们两个禁营京城多年的嗅觉立马就猜到 是眼前的人在对牛友道下毒手。 之前是自己的判断, 眼前却是皇帝气急败坏地自己说了出来。 盯紧他们有什么动作, 张建雄回头又朝天雨吼了一声, 之后本人在现场焦虑地来回走动, 不说六国使团, 三大派因为这事被弄死了这么多人, 他不可能一点都不害怕, 三大派若真想弄死他, 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他的性命一直是捏在三大派的手中。 他很清楚, 如今的事在牛友道那边, 牛友道不死, 他就处于下风。 而牛友道一死, 他就站在了上风。 两边相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如今牛友道没死, 如今, 整个燕国大部分兵权又控制在了南州一伙人的手上, 燕国周边势力又受到了各种掣肘, 三大派真要对他动手的话, 不会有任何的顾忌。 陛下, 刚跑出门一会儿了田羽又匆匆回来了, 急报, 三大派掌门和牛友道朝皇宫这边来了。 文听此言, 同过一张老脸上浮现惨然, 他已经察觉到了, 三大派掌门和牛友道一起奔皇宫来就是个信号。 去营, 张建雄有些慌乱地挥了下手, 情况不明之前, 他不敢再摆高姿态了。 一行快速出了后宫, 朝堂外云集的大臣纷纷回头, 都注意到了, 一群修士从宫外腾空飞掠而来, 直接闯入了宫中, 一群人不疾不徐地朝后宫方向走去。 很快, 皇帝张建雄又领着一群人出来了, 双方在通往后宫的大门前撞在了一起。 张建雄等人对三大派掌门行礼, 后者冷冷盯着他, 气氛有些凝重。 牛友道手中剑放在了地上, 处在身前, 微笑着打破了平静, 陛下之前不愿见我, 我这人脸皮厚, 只好主动来见陛下, 希望陛下不要见怪。 张建雄脸颊狠狠抽搐了一下, 没吭声, 没理他, 也没看他。 他心里很清楚, 他自己的生死是捏在三大派的手上, 只要三大派不想杀他, 牛友道也奈何不了他, 所以他也没必要给牛友道面子。 牛友道目光贴到陈卓一张脸的瞳目后, 又笑道, 三位掌门, 差点忘了见识, 昨晚行刺我的刺客当中有一批人偷逃出城, 已经被我的人拿下了。 如今正在城外, 派有人与刺客勾结会出意外, 不敢轻易进城, 希望三位掌门派人去接应一下带过来, 也好对质。 三大派掌门多少一愣, 这丝还抓了一批刺客。 你还敢说不是你预设的陷阱, 功名侧挥手对下面弟子示意了一下, 去把人带来。 牛友道, 老六, 你去带路, 好, 去老六阴下, 陪了紫金洞的弟子一起离去。 牛友道在看向童墨时, 发现童墨眼中浮现出惊恐神色, 并紧绷着塞帮子死死盯着他, 似乎猜到了所谓的刺客是怎么回事。 牛友道似笑非笑地对他抱以微笑, 可这微笑在童墨看来, 无比的狠毒。 功名侧又出声了, 我有话问陛下, 除了皇帝陛下, 其他人全部退开。 那有什么退开? 闻听此言, 田羽等宫中派监反而手握剑柄靠紧了点伤剑雄, 一副玉石巨焚的样子。 抓刷, 一群紫金洞弟子当场拔剑, 掌门发话, 这边居然不听话, 反了, 当即持剑逼了过去。 都退下, 伤剑雄回头左右喝了声, 他知道, 三大派要杀自己的话, 这些人也保不住自己。 那些人只能慢慢退开了, 站开了的铜墨等人紧盯这边。 功名侧, 陛下, 昨晚那些负责保护陛下的三大派弟子死了那么多, 还有六国使团的人皆遇难, 这时陛下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张建雄, 此事是歹人所为, 三大派应该言成那个歹人。 说到歹人时, 直接看向了牛友道, 分明是在说牛友道就是那个歹人。 牛友道似笑非笑, 无所谓, 功名侧, 是非大家心知肚明, 拐弯抹角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也不为难陛下, 免得陛下脸上难看, 给陛下一个选择, 陛下或退位谢罪传位给太子, 或令给我们一个满意交代。 张建雄满脸悲愤, 寡人无罪, 为何要谢罪? 你们这是在逼宫? 难道不是在逼宫吗? 牛友道一脸玩味, 龙羞冷冷道, 敢做就要敢当, 敢大妄为时就该想到要承担后果的准备。 我三大派弟子保护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竟敢对他们下毒手,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也必须给全派上下一个交代。 牛友道在旁冷布丁冒出一句, 三位掌门太有风度了, 说的话他可能听不懂。 皇帝, 直接挑明了吧, 你和童末之间必须要死一个, 你死还是童末死, 你自己做选择。